喂,下班了,還不早?在畫甚麼? 我不趕時間了 做甚麼?是不是平時下車櫃檢查? 最近沒得下的心,哭哭哭不安樂,就可以了 說真的,就算老舍真的見到你下班還在畫的東西 那份報告也不是輕收了 你不換衣服,在畫時間,他也不會覺得你更勤力 對,我妹妹先走了 喂? 你上班了嗎? 你不是說沒空嗎? 我去教貨車站等你 好 祝福 不要 不要 你甚麼事 你也叫我? 我想問你 我沒有跟你說過電器石的故事 沒有 有個女生很偶然之間撿到一塊很漂亮的石 撿了回家 誰知有一天她不小心在樓梯掉下來 要睡在床上休息 她沒有什麼朋友 唯有天天坐在床上 拿著石頭聊天 然後發現石頭有一點震 於是她相信那塊石是有感覺的 這件事慢慢傳了出去 人人都很想見那塊石 結果有一群人說要去做研究 趁那個女生不在家 就去家裡拿了 於是那個女生再見不回那塊石 過了很久之後 那個女生結了婚 跟她再婚禮動物穴 她們在一間賣生物的店裡 那女生突然站在那裡哭 原來她丈夫發覺了 她手上拿著很久以前會聽她說話的那塊石頭 當我丈夫接過那塊石頭之後 她也發覺那塊石頭真的有一點點震 連她也相信 那塊石頭是傷心的 即是說石頭都會失靈? 可能那時候人們不知道 電氣室裡面有一種礦物質 受熱會有反應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就作了這個故事 不過呢 我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很喜歡 可能因為 石頭一向都很硬很實 如果石頭真的喜歡人的話 它是不會變的 我就是 就是 我不是想你去那塊石頭 我只是想你記住一個故事 我只是想你記住一個故事 我很口渴 好像外面有汽水機 我去買吧 我去看一看 很快回去 我去看一看 小明星 不要著燈 能否先跟我摸下 問一問 如果我露出了真身 我会被抱紧 怕破坏气氛 谁都不知道我心底有多暗 如本性是这么低等 针跟你相振 情人如若肯好奇 要有被我可怕的准备 是问谁可 结白无比 如何成熟这好奇 答案大概次提刀锋利 愿赤裸相对是 愿赤裸相对 待会你放心 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 如果我露出半点满身 可马上转身 早这样降生 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衡 重组我 什么都不要紧 家事兴奋 情人如若肯好奇 要有被我可怕的准备 谁没有忍避 几伤手几伤推放会令你喜欢我 信你无助你爱我 别判我几伤二代 共我放心谈光 顶着 小心 这家我明白 为什么我以前的朋友会不理我 就这样丢下我在街上 有都要走快 让我扣扣 他干什么事 应该去保义回美国 他说不知他去哪里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那个傻子说点不说点 他说保义昨天见过他 然后扔下戒指他走了 然后电话没人听 那家里呢 他说不尽尽找不到 找不到 他们认识了很短时间 不是 不知道 你看他吧 比我更严重 那我想干什么 能否做热水或是做什么 不用了 她会睡觉就没事 真是心寒,洗澡了,你救她吧 我為何不送她回家 免得嚇壞她媽媽 iana子,人承諾隊 我為何不送她回家 前面的寶寶 她說的女人 她說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连电话都不测试,他想打电话都不可以了 你找过他吗? 他不是住那里吗? 那是什么? 我没上过他家,只去个楼下而已 我找到什么都好 喂,救命啊,人家以为你疯了,先生 我没想说,你留下机会去楼下 我没想说,你留下机会去楼下 为什么我打给你,你就在办公室收拾东西? 反正没工作,我最恨拖的东西 你心情不好,是吗? 说出来会不会好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不留下电话地址 只是给戒指我 他走了,走了就算了? 可能他觉得,反正没结果 早婚那个迟婚,凡事拖呢? 不会 但他似,他似表态 是我,即是我觉得,他或者我补充 不过来 喂,我是 哦,只有后夜机会 那台湾要多久才转机去到... 哦,那好吧,是,一位 那我明天要拿机票 谢谢,拜拜 你去其他地方 我不可以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我会死的 那你现在去哪里? 我去找他 你在这里 lesbian人